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准时收看稳超胜券节目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大盘的话 它的振幅是比较小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看起来好像在区间震荡整理 但是这个台股缘一份的行情 是在之前节目里面有跟各位讲过 它是属于一个先蹲后跳 既然是属于一个先蹲后跳 那后面的走势的话 它会倾向于族群方面 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太阳能 几乎都创新高 但是你之前在低档买的 麻烦你的冯高 可能要先去做出个出场的动作 因为既然是属于一个 肋骨轮动的一个状态的话 后面会大涨的族群的话 它可能会先做出个修正 那老师也会在节目里面 持续的为各位 来阐述一下 严老师对大盘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目前为止的大盘大概在这个位置 昨天是跳风大涨 那目前为止曲阶震荡 但是目前为止你要留意的 这个大盘未来的走势的话 它会呈现一个所谓高价股 开始会开始先动 也就是说高价股的话 会成为在日后十天以内 这个所谓大盘重要的走势 那老师在这边也会举及当股票 提供给投资们做出个参考 另外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第一季的标马股 有在节目里面 那有兴趣的投资们 今天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索取 那延续严老师之前跟各位讲的 我们先看到第一档股票 我相信的话 你持续收看严老师节目的 代号4916的四星科 我想你今天都不会陌生 今天已经来到第四根涨平板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操作 分做两次 那四星科的话 已经是第二次的操作 那今天的四星科一样 它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既然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我们来看一下K线图 目前为止的话 多方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 那为什么会去买四星科这档股票 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讲得非常详细 它是所谓的博弈概念股 在今年的话 马祖这个博弈条款 离岛条例即将要成行的时候 那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的盈余配股的方面 方面的话 4916的四星科 它是非常理想的 这档股票 另外还一档股票 也就是我们会员手中目前有的股票 那老师先恭喜一下 代号4702的中美石 急电拉到你的涨停板 但是不是说涨停板叫你要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目前为止 是属于底部整理完毕以后的 第一根长红棒 既然来到第一根长红棒的话 那这档股票的话 我们暂时的话 我们就会把手中的股票 先持股虚抱 那另外的话 老师必须要跟各位讲 昨天跟各位解说的这档股票 叫3556的核对牙 目前为止是大涨 如果说你要去买触控的族群的话 3556的核对牙 就麻烦稍微注意一下 那包含3706的神达 昨天创新高 那今天有拉回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 会怀疑说 老师阿 那大盘如果在涨的同时 拉回是不是很好的难点 其实你可以从基本面 从技术面去做出一个实质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的一个所谓的难度 我想说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也就是说这种专业的判断 交给一个专业的老师 昨天3706的神达创新高 那如果多方格局不变 你要留意到 拉回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切入的话 它会做出个大涨的动作 我记得之前有党股票 它是F中租 当时候股价只有20块钱 那30块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说 它会涨3倍 会涨4倍 认为的话 都会倍数翻而已 但今年很多的股票 包含我们之前操作的什么 缩合 股价那时候从100多块 涨到200 300 400 到目前为止你看 今天的股价还是创新高 但是股价见高涨之后 我们不会带会员去追 我们绝对都是在底部布局 像去年的 五月份开始到七月份的话 我们就请投资份持续 注意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目前为止 我们操作的 也是非常的理想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不会带会员去追 为什么 因为高档区的话 风险非常高 那我们今天也卖了 两档 所谓的太阳能的股票 包含6244的贸底 包含3561的 生涯科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 手中没有一档太阳能的股票 那太阳能的股票 到今天为止 短线上面操作 长线上面操作 到此 先把它 资金先抽出来 因为我们后面有更好的股票 那我今天要 要跟各位介绍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还没有大涨 2474的可乘 还没有大涨 我们就先跟各位讲 因为今天的股价 刚刚好 也就突破了200块 那如果说你在低档区 没有布局 这档股票如果涨到 300块 400块 500块的话 你不要事后 又跟老师讲说 老师啊 那我之前去买这个 3691缩合 我可能会赚到大钱 那你今天又跟我讲说 2474的可乘 我不认为会大涨 其实这个是投资者的一个迷思 操作股票一定要从基本面 技术面 再从筹码面去看 所以说这档股票 我们就事先跟各位 先做出一个说明 2774的可乘 它就做饥渴了 我想投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如果说明年开始 包含三星的产品 包含苹果的产品 包含新的iPhone6 手持式装置 智慧型手机 走高阶的部分 它一定要用到金属即可 那这个所谓拉后槽 会不会产生 或是什么 你要留意哦 这档股票 那昨天跟各位介绍的 6176的瑞宜 背光模组的 昨天是不是有大涨 昨天在涨停板 今天是不是一样 一样创破端新高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底部布局的话 这个创新高跟你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如果说你对盘市 你对你手中的股票 有任何的问题 袁老师欢迎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助理联络 那留下你的详细 好的地址 你的电话 联络的电话 联络的方式 老师会亲自的回电话给你 希望你也持续收看 收听 收看我们的网络节目 跟收听我们正升广播电台 下午3点到3点半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告诉你段落 有股票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随时播电话进来 老师每一通电话都会亲自回电 谢谢你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这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时限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